孩子是我们的根本 尽全力都要有不好的 所以这个是我的需求 我也要拜托各位 校园安全是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无论是性别、霸凌或管教冲突等事件 都需要各单位与学校共同来应对 因此市长谢果良特别邀请全市的校长 齐聚一堂凝聚共事 未来会加强联系 共同来预防跟有效处理相关的校园安全事件 因为最近有发生了一些高中老师的一些行为不当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召开这样子的一个校长会议 提醒我们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 要求学校的讯息要很透明的 及时的反映给教育处跟市政府 那我们也希望探讨出一个好的方式 但重点就是说如果学校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 市府跟教育处理应第一时间就要知道 这样我们才能够协助学校来反映这样子的问题 如果学校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 而没有回报给我们 那我们会觉得那这样子不恰当的 所以我们只是来沟通 并且来跟他们讨论如何在这个性别平等相关的一些议题上面 我们要给予适当的一个了解跟未来的一个教育方向 未来依法将透过相关平等教育的防治与宣导 以及校园安全相关通报与辅导措施 让基隆市全体的校园都能够有效降低案件的发生 落实友善校园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